好,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第二圈白色线就勾过来了 两侧搁减了一针 大家看一下 我们最后一个针眼里面还没有勾 因为我们下一圈又需要换色了 穿针进去 拉线出来 先不要并针 我们换成棕色线 这样来并针 这样就换色成功了 接下来第三圈呢 我们就是用这个棕色线来勾 之后呢我们就是一圈棕色线 一圈白色线 就这样交替去勾就可以了 一直勾到第六圈 也就是说呢 我们现在勾的是第三圈 第三圈呢我们用这个棕色线来勾 第四圈用白色线 第五圈用棕色线 然后第六圈呢换成白色线 大家跟着我呢 先一直勾到第六圈的部分 好,大家看一下 我们已经勾到了第六圈 第七圈呢需要换成这个棕色线 那么第七圈在勾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朝前迈一针 因为我们这个短针针法的原因 它是相右倾斜的 勾时间长之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会慢慢的相右倾斜 一直这样相右倾斜过去 那么为了让我们这个换色的地方呢 永远是在这个手套的一侧 所以呢我们需要朝前迈一针 朝前错一针就可以了 让这个换线的部分永远在手掌的一侧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所以呢最后一针呢 我们就用白色线正常的勾起来 勾一个短针 然后呢我们再做标记第一针的位置呢 再换色 传针进去把线勾过来 在第一针的位置呢 再画成棕色线 然后呢再往后勾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这样的话呢 换色的部分呢 永远是在这个手套的一侧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继续往前勾 第七圈呢用棕色线来勾 然后呢我们需要连接这个大拇指的部分 把第一针勾好 标记做好 朝前错一针呢 我们的针数并没有发生变化 只是为了让换线的部分呢 永远在这手掌的一侧 这样的话呢会比较好看 永远在手掌的一侧来换色 我们继续往前勾 一直勾到另外一侧 这个地方留下两针的位置 我们来连接这个大拇指的部分 这样勾过来 先把前面的针数全部勾好 一针都用一针去勾 我们这个也不是说每一行都往前迈一针 往前错一针的 隔开几行之后呢 错一针就可以了 你看着向右倾斜了 我们就向前错一针就可以了 一直勾到这一侧 这个是我们食指的方向 好了 剩下这两针 把这两针呢 我们需要给它连接这个拇指 大家看一下 把拇指拿出来 这样并在一起 穿住大拇指上面的一针 然后呢 把这个第一针穿起来 同时这样穿针穿过来 勾上一针 勾好之后呢 再把大拇指上面的八针勾起来 我们刚才勾好了第一针 对吧 再勾好八针 剩下这个拇指上面的最后一针 第二针 第三针 第四针 第五针 第六针 第七针 第八针 然后第九针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拇指上面 刚才呢 把这两针连接为了一针 这是拇指上面第一针 对吧 后又过了八针 总共是过了九针了 还剩下最后一针 把这个最后一针呢 还需要和主体上面的一针连接起来 穿针进去 然后主体上面第二针穿起来 对应的穿起来 把线拉过来 然后并针 这样呢 就连接好大拇指的部分了 大家看一下 然后呢 再把后面的针数全部勾好 那么我们这个第七圈 勾好之后呢 就变成了44针 大家注意 不是46针 是44针 因为我们这个主体呢 和这个大拇指上面两针呢 跟它并在一起了 所以呢 是44针 大家注意这一点 大家跟着我呢 把剩下的针数全部勾好 好 大家看一下 第七行呢 我们就把这个大手指连接好了 这一整圈勾好之后呢 总共是有44针 第八圈又需要换成这个白色线 最后一针的位置穿针 拉线过来 换成白色线 这一圈呢 就不需要往前搓针了 在最后一针的位置 换线 那么第八圈呢 我们这个地方 大家看一下 它并不倾斜 我们上一圈才错针了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不用再错针了 就在最后一针的这个位置 提前换色就可以了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勾第八圈的部分 第八圈用白色线来勾 第八圈我们是按照九个短针 一个减针的方式 重复勾四次 需要减掉四针 我们来勾一下 首先呢 我们需要先勾好九个单独的短针 第一针勾好之后 还是做好标记 然后继续往前面勾 总共是勾好九针 也就是说呢 隔开九针减一针 我们这个短针呢 用字母for x来表示 短针减针呢 用字母for a来表示 大家一边勾呢 一边学着看这个屏幕上方的图解 一边勾一边学着看 大家看一下 勾好这九个短针了 接下来我们勾一个减针 把这个第十针和第十一针 两针减为一针 首先挑起第十针的前半针 这个单层线圈 再挑起第十一针的前半针 然后勾针 勾住线 拉过来 然后并针 这是一个减针 九个短针 一个减针 这是一个组合 这一整圈呢 需要勾四次 减掉四针 我们勾第二次 九个短针 好了勾好九个短针之后呢 勾上一个减针 挑起一个前半针 再挑起前半针 拉线过来 并针 我们勾第三次 九个短针 九X 然后一个减针 一个A 把两针 并在一起勾 然后最后一次 九个短针 一个减针 好了 最后两针呢 减为一针 挑起来 再挑起来 把线勾住 拉过来 然后呢 再给它并针 就可以了 下一行需要换色 在这个地方呢 提前换色 换成这个棕色线 把线勾住 拉过来 接下来呢 我们再勾第九圈 就可以了 第九圈 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首先需要 勾上四个短针 然后呢 再勾一个减针 我们用这个棕色线来勾 先勾上4X 四个短针 第一针还是最好标记 第二针 第三针 第四针 勾好四针之后呢 我们勾上一个减针 方法和前面是一样的 挑起一个前半针 再挑起前半针 拉线过来 并针 接下来呢 我们按照八个短针 一个简针的方法 重复勾三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八 好了 接下来一个减针 第一次就勾好了 我们勾第二次 八个短针 好 接下来一个减针 第二次就完成了 第二次就完成了 接下来勾第三次 八个短针 然后一个减针 这三次就勾好了 最后呢 还剩下四个针 再勾上四个单独的短针 这一整圈勾好之后呢 就变成了三十六个短针 又减了四针 我们下一圈呢 又需要换成这个白色线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呢 我们又需要往前 搓一针 再给它进行换色 先把这一针正常勾起来 然后呢 在第一针的位置呢 我们再换色 换成这个白颜色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一针 做好标记 接下来呢 我们再勾第十圈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呢 节目就看到图解部分 把后面第十圈 到第二十圈 全部勾好就可以了 第十一圈和第十一圈呢 分别再剪一次针 就剪好针了 最终呢 剩下二十八针 就不用再剪针了 就一圈棕色 一圈白色 这样交替去勾 一直勾到第二十圈就可以了 我把这个第十圈和第十一圈的图解呢 打在屏幕上面 大家跟着图解呢 把第十圈和第十一圈勾好之后 后面就交替去勾 就不用再剪针了 就一直勾到二十八针 一直勾到第二十圈 我们就放下来 电视频 摆在延州 回处 放下来 感谢观看